第573章 新人黑马与老牌强者的交锋 高抬之上众人面面相取 皆是没想到这匹最大的黑马 竟然会在这种关键时刻遇见真正的拦路虎 对战柳晴内院之中有实力的 怕也就是紫妍与林秋雅两人吧 虽然萧妍在前两场战斗中表现得无可挑剔 可这与柳晴这般真正的强绑巅峰强者比起来 无疑依然是有着极大的差距 唉 萧妍这家伙算是有些倒霉了 严昊叹了一口气 对着身旁的林秋雅等人道 韩月也是微皱着在眉 虽说对于萧妍的实力他看得颇高 不过真要与柳晴这等强者比起来 他也不得不承认这之间有着不小的差距 林秋雅脸色平静 谁也不知道他在想着什么 只是好片刻后方才轻声道 比赛结束后再下结论吧 虽然我也认为或许萧妍书面较大 可却也并不否认 他同样也是有着胜算 他与柳晴金的比是 唉 不好说呀 身旁几人微微点头 目光却是不由自主地 扫向了柳晴所在的位置 此时身为当事人的后者 梅宇坚也是有着一抹忌惮的错愕 只不过他却并未表现出太大的情绪波动 如同林秀雅一般神情平淡 不过与柳晴的平淡相比 其身旁的柳飞却几乎是差点忍不住地 跳起来大声欢呼 昨天摇胜败于硝烟手中 可是令得他憋着一肚子的气 原本还在诅咒着他 在比赛中遇见表哥柳晴 可却没想到 在这几乎是最关键的一场比试中 后者还真是这么倒霉地 与柳晴撞在了一起 这种突如其来的惊喜 让得他在心中得意地吐出两个字来 报应 唉 吴昊有些无奈地拍了拍萧妍的肩膀 想要说点什么 可却是发现无话可说 只得轻叹了一口气 喂 萧妍 要不我去帮你把柳晴打得不能出场吧 这样你就能直接进击了 紫妍马尾斌一甩 冲着萧妍挥了挥小拳头 说道 拜托 对我有点信心好不好 苦笑着摇了摇头 萧妍揉了揉紫妍的脑袋 环顾四周 发现除了熏儿之外 其他人脸色都是有些沉重 当下不由得无奈笑道 虽然对手是柳晴 也不用这般哭丧的模样吧 比赛可还没开始呢 文言 吴浩等人也只得勉强地笑了笑 他们知道萧妍对于这前十的名额是有多么的看重 如今在这最关键的时刻 却是出现这种令人无奈的事情 相比后者心中也是颇为烦躁吧 望着他们那副比自己还郁闷的模样 萧妍哭笑不得的摇了摇头 柳晴固然很强 可真要拼起来 谁胜谁败还不知道呢 以他如今的实力 若是彻底放开一切的话 别说是斗王强者 就算是斗黄 萧妍都能让得对方狼狈不堪 毕竟真正的大型佛怒火莲一旦施展 那连要老都惊叹不已的破坏力 可并非是吃素的 当然 那大型佛怒火莲的副作用也太强 不到生死关头 萧妍还真不会轻易动用 而这东西也是他真正的最后底牌 场中的窃窃私语持续了一会儿时间后 便是逐渐再度投回了裁判席上 苏谦目光缓缓地从萧妍所在的方位收回来 心中也只能希望 这位年纪轻轻便是掌控着一伙的青年 能够再度展现一次奇迹 在柳晴这等强者的阻拦中闯进前十 第一场比试 严浩前末 随着苏清清赫声响起 场中气氛终是彻底地从消炎遭遇上转移过来 一道道目光投向了高台上的两人身上 在众目睽睽之下 严浩率先站起身来 这位身材丝毫不比柳晴消瘦的男子 面不改色地行至高台边缘 然后直接跳了下去 重重地落在场中 严浩进场 那颇为肥胖的钱末也是无奈地站起身来 然后浑身肥肉一点一点地来到高台边缘 浑身肥肉微微一缩 一股淡淡的风悬在其周身凝聚 玄机那颇为庞大的身体 便是在众人目瞪口呆中 犹如气球一般慢慢地飘下了场 竟然还是修炼的风属性斗气 无数人忍不住地摸了一把冷汗 飘逸灵动的风属性斗气 被这家伙这么一使用 简直有种面目全非的感觉 不过虽然脉帽形象不太雅观 不过众人亲中也清楚 能够在墙榜占据前十位的人呢 水里无不是那种极为恐怖之味 以貌取人的话 怕是会吃血亏的 随着两人的出场 看台上的气氛顿时变得火热了起来 两人都是在墙榜前十的存在 这番比试不得不说极为的精彩 在苏千一声淡淡的比试开始后 场中两人瞬间便是抽出各自武器 延号依然是那把乌黑的巨大铁锤 而反观钱墨 却是在一干人恶然的目光中 从那截中抽出了一把 犹如圆形巨尺般的金黄之物 这些金黄色的圆形巨尺啊 仅仅只有八张大小 不过周身一道道锋利的巨尺 却是隐隐翻着圣人的寒光 据说这钱墨的武器叫做金黄锯 投递起来声势惊人 而且还极为的精准狠辣 与人战斗十多把金黄锯一起甩出去 那可是让人极为喉痛的 吴浩在萧云身旁第一声道 哦 饶有兴趣的挑了挑眉头 萧云没想到 这胖子竟然还有这种 出乎人意料的手段 看来能够进入墙榜前时的人 都是有着几把刷子 在看台上一阵阵的窃窃私语中 那钱墨却是对着严浩拱了拱手 甘笑道 严大哥 待会儿下手可要轻点 你那乌钢锤一砸下来 我这身板 怕会当场变成一堆肉酱 少说废话 钱胖子 我也好久没撞见你了 不知道你那金黄锯 比以前厉害了多少 严浩笑骂了一声 手中乌黑铁锤 重重一挥 那股尖锐的破风声响 令得看台周围的人 忍不住地捂住了耳朵 钱墨脸庞上的肥肉 抖动得干笑了两声 玄机脸色逐渐凝重 右手握住一柄金环锯 浓郁的斗气从体内抱涌而出 一股股风悬在周身成形 最后在前者的操控下 汇聚在了金环锯之外 鹤 猛然间一声低鹤响起 钱墨手臂突然一震 闪烁着金光的金环锯 犹如一抹金色闪电一般 瞬间对着炎号 爆射而去 金色闪电速度快得恐怖 众人只能模糊 看见一条金线从眼中闪过 那闪电便是已经要击中炎号 乌黑铁锤狠狠地砸在地面之上 顿时手臂粗壮的裂缝急速蔓延 一股极其雄厚的深黄色能量 从裂缝之中爆射而出 刚好是正正地冲击在 那一闪而过的金黄闪电上 将之冲得直飞上了天空 哈哈哈哈 再来 前十环还有九环 哈哈哈哈 炎号一声大笑 体内斗气急速涌动 其身体表面的皮肤 都是此刻变得犹如岩石一般 透着一股灰白颜色 钱墨苦笑着叹了一口气 炎号的斗气属于地锡类别 并且还是较为稀少的炎斗气 这种斗气能够将修炼人的身体 变得犹如岩石一般坚硬 刚好是有些克制他的金黄剧 钱墨不管实力还是属性 都被炎号压制 想要胜利很难 而且施展金黄剧极其消耗斗气 以他的实力 能够施展出十次最强攻击 因此在内院 钱墨也是有个外号 叫做钱石魂 五号犹如解说一般 不断地替萧炎解说着 萧炎微微点了点头 这种金黄剧 并不太适合这种光明正大的比赛 他最能发挥出全部威力的地点 应该是在偷袭之上 想想看 若是行走在山林间 突然间从一个 你意想不到的角落中 射出一柄金黄剧 那是令人何等的头痛与胆寒 场中 钱墨四世也清楚自己的弱点 可却丝毫无其他办法 当初他的导师就说过 他若是去当杀手 恐怕可以混得风生水起 可若是正面与人挑战的话 战斗力将会大打折扣 一柄柄锋利无匹的金黄剧 吉尔林三的从前面手中 如闪电般的暴势而出 但是不管他的调度是如何刁钻 可对于延后都是没有多大的效果 因为后者几乎是将所有斗器 全部都用在防御之上 就算偶尔拦截不下 锋利的金黄剧射在身上 也是仅会留下一道长长的灰白痕迹 虽说这般将斗器 全部用来防御颇为消耗 可与钱墨师战金黄剧相比 确实要好上很多 因此他们两人这番战斗 几乎是在比拼着 谁的斗器更加浑厚 这种一攻一防的战斗 虽然在一些寻传学员中 颇为精彩 可对于硝烟等人来说 却是略微有些无聊 因为谁都知道 这场比试 钱墨已经陷入了下风 因为他在权力攻击下 根本就迫不开延后的权力防御 战斗在持续了将近半个小时后 钱墨终于是无奈罢手 将手中最后两柄金环剧收好 寻寻在周围错的目光中 乖乖地举手认输 钱墨的认输并未出乎 硝烟等人的意料 而经过短暂的等待 那第二场的战斗也是接踵而至 这第二场比赛是紫妍对秦镇 这也是实力悬殊 更加庞大的一场比试 紫妍在第一时间 便是闪进了场中 昨天被一头斗黄级别的魔兽 搞得满心火气的他 现在急需有人为 给他发泄一下 因此一住场便是挽起袖子 乌黑大眼睛 狠狠地在高台上扫视着 望着紫妍这副模样 高台上众人都是缩了缩脖子 心中不断地为秦镇哀悼 然而在紫妍下场后 好一段时间 那秦镇也是未曾露面 而就在众人有些不耐烦起来时 一道弱弱的声音方才响起 秦镇说他肚子疼 比赛就不参加了 满场寂静 旋即一头黑线 这也太喜剧了点吧 萧妍等人搓了搓 有些坚硬的脸庞 紫妍以前究竟干了什么 竟然让得这如此墙榜高手 对他如此忌惮 甚至惧怕 苏欣等长老也是无奈地摇了摇头 不过倒也并未怪罪什么 他们同样清楚 紫妍本就是墙榜上 一个怪物般的存在 就算是林修雅柳情这般人物 也不敢拈起虎须 更何况其他人 既然秦镇自己认输 那么便开始最后一位 前十名额的争夺吧 苏欣站起身子 干咳咳了一声 旋即缓缓地倒 随着苏欣话音落下 场中一道的目光 瞬间转移上了高台 最后停留在了 萧妍与柳情两人身上 今天的第三场战斗 恐怕这一场 才是最令的人 期待的一场吧 新人黑马 与老牌强者的交锋 漫长寂静 所有的目光 都是汇聚在高台上的 两人身上 在众目注视之下 柳情率先有所动作 只见他缓缓站起身来 孙继在柳妃一脸崇拜中 大步走向高台边缘 最后闪身跃下 双脚重重地坐在场中 柳情抬起头来 目光直视 向萧妍所在的方位 眼中略微有些火热战役 这强榜大赛中 他最看重的对手 当属林修牙 其他参赛者 倒并未看得太重 但是这两天来 萧妍所展现出来的 不菲战斗力 也是让得柳情这等强者 对于他多了一分 重视与关注 能够在与林修牙战斗之前 与这位最受瞩目的 黑马战斗一次 倒也是如同 大餐之前的开胃菜一般 所以他对这场鄙视的兴趣 倒是颇浓 随着柳情的下场 顿时那全场的目光 都是汇聚在了 硝烟艺人身上 很多人都想知道 这位今年最黑的新人黑马 在面对着柳情这等 老牌巅峰强者时 是否还能保持一如既往的连胜 感受着那全场瞩目的视线 吴浩等人无奈地摇了摇头 宣记也是偏头望着身旁的萧妍 在这全场瞩目中 萧妍面不改色 并未因为对手是柳情 而有着丝毫的惧怕 站起身来 缓步走向高台边缘 萧妍哥哥 加油 身后传来熏而轻柔的 助威声音 并未回头 仅仅是对着身后挥了挥手 萧妍脚尖一点地面 淡淡的银芒在脚底浮现 宣记身形闪夺间 眨眼之间 便是出现在了那宽敞的场中 脚掌立于场中 萧妍抬起头来 目光刚好与对面的柳情 交织在一起 四目对视 皆是有些莫名的意味 掺杂其中 对于萧妍来说 虽然一直接力 避免与林修雅柳情 这等强者正面碰撞 因为她需要进入前十 陨落心眼的计划 对于她太过重要 她必须保证万无一失 所以一直以来 她都是采取能避则避的态势 但是如今避无可避 倒是令得其心中 真正的出现了一些火热的战役 萧妍对战斗的奢望 虽然并没有吴昊等人那般疯狂 可遇见真正的强者 她依然会感觉到体内战役的澎湃 既然如今战斗不可避免 那便彻底地放手一搏吧 萧妍深深地吐了一口气 在心中喃喃道 希望你不会令我失望 目光注视间 柳情突然开口 声音略为有些低沉 也如同其气势一般 带着一股凌厉霸道的意味 我自会拼尽全力便是 萧妍笑笑 手掌握上背后悬中齿柄 悬技猛然一抽 众齿斜指地面 压迫近风 带着呼呼声音响起 柳情瞥了一眼 萧妍手中重齿 眼中闪过一抹惊异 从当初萧妍与白城战斗时 她便是知道 这柄巨大的重齿 或许有些古怪的地方 如今亲自面对 听得那撕裂空气的压迫声响 她心中更是能够确定 这手中的重齿 怕是和其猎山枪一般 有着极为沉重的重量 难怪众齿离手后 功势不减反增 原来她也是经常 背负着众齿当作修行 心中闪过一道差异念头 柳情对消炎不由得 再次高看了一些 能够坚持不懈地 使用这种方法修行 若非性子坚韧之位 可着实难以维持 心中念头转动着 柳情却并未立刻使用 背后一直未曾 动用过的猎山枪 那显得有些硕大的双掌 缓缓探出 时而曲卷 时而舒染 形成一个个古怪 而奇异的爪形弧度 不要说我轻视你 猎山枪 只对够资格的对手使用 我希望待会儿 你能够具备这个资格 手掌猛然在面前 一个劈砍 无形进风 暴射而下 在地面上 留下几个细小的凹槽 柳情瞥了萧炎一眼 淡淡的道 萧炎笑了笑 却并未接过话头 对柳情这种实力的人来说 除非你表现出 真正的令得他重视的实力 不然的话 他丝毫不会拿正眼看你 萧炎心想 若非是自己 先前好几场比赛 表现不错的话 恐怕现在柳情 连这些话 都懒得和自己说吧 场中两人的对话 也是传到广场边缘的看台处 但众人却并未觉得柳情 狂妄消长 反而是在其心中暗自赞叹 不愧是枪霸柳情 如此霸气 内远几人能敌 而这便是实力带来的差距 若是柳情并未具备这种实力 而又说出这点话来 恐怕当场就得被人在心中骂作狂妄自大吧 高台上 柳飞美眸寒清梦默地望着 场中那道让人极有安全感的鲲厚背影 那道霸道凌厉气息 最是让他沉醉与爱慕 好好看着 看表哥如何打败那个家伙 柳飞突然轻哼了声 偏头对着旁边 脸色略微有些苍白的摇圣道 以老大的实力 打败他自然是一如反掌 不管他如何蹦的 可始终只是一条难以翻起大浪的虫子而已 姚舍目光阴冷地盯着场中的硝烟 这次败于后者手中 对他的打击不可谓不小 不过心胸并不如何宽敞在他 自然也是将失败所受到的侮辱 都归根结底在硝烟身上 只不过说着这话时 他确实忘记 被一条他认为是虫子的人打败 那他又是什么 姚舍这话顿时令的柳飞脸颊上的得意 更加浓郁了一些 美眸不着痕迹地扫着对面高台上 那位优雅而坐的轻衣少女 微微咬了咬银牙 以女人的角度来说 对方的容貌 即使连她都是挑递不出什么瑕疵 但也正是因为对方的完美 她方才始终记恨着 女人善嫉妒 这话一点都不假 在高台上各处都是想起 窃窃私语时 裁判习处 苏谦微微挥了挥手 满场声音顿时压低了许多 目光望着场中对峙的两人 饶饰以苏谦的实力 也是不免生出一些期待的感觉 这两人虽然看似差距颇大 不过这比赛依然是悬念迭起 或许别人会认为柳青胜算极大 但是这么多年的经验告诉她 萧嫣的胜算或许也并不低 这场比赛 眼光老辣的她也是看不出究竟谁胜谁败 既然参赛者都已经上场 那么我宣布 这场决定前十最后一位名额的比试 正式开始 目光环视四周 苏谦淡淡的声音 终于是在无数人期盼之下 姗姗而至 随着苏谦话音落下 一股沸腾的气氛 顿时笼罩了整个广场 一道道火热的目光 牢牢地注视着场中的二人 他们清楚 或许这届大赛 自开始以后最精彩的一场战斗 即将会火爆展开 场中 一股极为霸道的气氏 在苏谦话音落下 便是猛然间自柳青体内爆发而起 这股气氏之强 就算是远隔战场的观众 都是有着呼吸困难的感觉 随着一股略微偏向淡金色的斗气 从柳青体内涌出 那对硕大的手掌 似乎也是在此刻再度掌了一分一斑 植骨解 微微弯曲间 都是发出 犹如蹦斗子般的 清脆声响 弯曲成诡异弧度的手爪 随意地在面前撕裏而过 顿时 空气一阵波动 一道若隐若现的真空痕迹出现在手爪锁过之处 旋即迅速消失 虽然很多人都并未正面面对 可依然是能够从柳青所释放的那股霸道气势中 感受到其中的压迫感觉 因此到时有着不少人对那依然能够处理在场中 脸色保持着古井无波的消炎感到佩服 手中印节迅速解冻 瞬间后青色火焰暴涌而出 猛然高涨的温度顿时让得柳青气势的脉炎阻塞了许多 天火三旋变 青莲变 心中低鹤声落下 弥漫身体的青色火焰 嗖的一声收进体内 而随着火焰入体 消炎的气势也是水涨船高 虽然依然还是不能与柳青相媲美 可至少是能够与之僵持一二 不会显得太过弱势 战斗还未开始 消炎便是将天火三旋变施展出来 足可以瞧出他对柳青是何等的重视 当然他心中也清楚 若是不使用天火三旋变将实力提升的话 恐怕刚刚接触就会败得一败涂地了 毕竟半只脚已经踏入窦王级别的柳青 实力可远远比寻常窦灵巅峰要强 感受着体内如奔腾湖水般轰隆流淌的巡厚斗气 消炎长长的吐了一口气 手臂一震 绣包都是在此刻犹如铁块一般 发出腔腔的异样声响 众齿斜指地面 青色火气萦绕其煞 无形的炙热进风经地面熏口的略显干燥 目光缓缓抬起 望着对面同样斗气附体的柳青 猛然间一道低含声在场中响起 宣迹淡淡的雷鸣声传出 一道模糊黑影拖着巨大的黑尺 带着一往直前的凶悍气势 在无数道炙热的目光中 对着那静力不动的柳青 爆射而去 这般差距悬殊的战斗 萧银确实敢率先发动攻击 光是这份勇气 就足以令得不少人暗暗点头 几十米的距离几乎是眨眼变质 场地中两人瞬间接近 目光对视 那股压抑的战役 在此刻终于是彻底爆发与沸腾 在此刻终于是彻底爆发与沸腾